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上辈子不会是干这个的吗 多像一个打包粽子呀 粽子 粽子呀 朋友们 这就非常好好了吗 有时就这么简单 如果绑不成这个粽子的话 我们现在还有第二套方案 但是很可惜的是呢 我这个钉子还没有钉了 可惜了 差不多绑好了 不错吧 再做一个吧 这一杯奶茶够我做好几个多了 大家平时吃的粽子是买的还是家里包的呢 现在卖的粽子好像越来越不像粽子了 刚刚看到了有什么巧克力粽子 可乐流心粽子 七龙猪粽 七龙猪粽 七龙猪是不是有的地方以前就有 就是一个粽子里面有七个咸蛋黄 那个我正底下来 哪里有可以引荐给我呢 我想去尝试一下 家里们家里们 我刚突然想到 如果往一个粽子里面加一个咸蛋黄会是怎么样 那不是跟那个段子印的一样吗 奶茶 咸蛋黄 小亮 这个该不会成为流传千古的配方吧 等一下要把配笔记下来 那到了我今天心里最坎字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之前的下厨经历都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稍微蒸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完成了我们的奶茶粽子 已经能闻到浓浓的粽香 我们来尝一下看看有没有奶茶的香味吧 哇 哇 奶茶粽子 我会做粽子呢 嗯 观众先吃 观众我们先吃 好像粽子呀 废话 而且它里面有 雪糯米 还有芋圆 就跟住场那种 糯米粽子 很像的口感 可能因为蒸煮的过程 它没有什么奶茶味了 这就是浓浓的 米香 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甜口粽子的味道 对了 还有那个咸蛋黄粽子 哇 这一颗 一掀开 它就硫黄了 这个粽子 由于呢 那个咸蛋黄在里面化开了 它的观感不是特别好 闻着这个味道 比刚刚那个要稍微诡异一些 这一碗可不可以抽到粽子去 就像是一个成粮种植的粽子 走在街上走着走着 被人揍了一顿 但是我查了一下 奶茶味的粽子有 奶茶做粽子的品牌还真没有 我的这个配方的商业化的可行性还是有的 哪个品牌来找我们来商讨一下 奶茶粽子 总向世界各地 放铲 流传签骨 好吗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讲过内容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哦 下期想看什么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快销资讯 记得订阅关注快销八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再尝尝 尝尝 尝尝 尝一下 好吧 嘞 嘞 走 然後 跑